我希望我们是传播一种正能量 中国人也可以打大篮球 我叫陈少良 我来自广东潮州 去年三月份 我签约来到阿德莱德港俱乐部 打职业橄榄球 现在正好遇上三年一次的国际杯 中国队也来到这边 我也很荣幸能够回到队伍 能够为国去出仗 我们在前小组赛的时候 三连胜进入半决赛 遇到德国 然后败给德国 现在只能进入三四名的决赛 跟日本队长 今天我们在训练 我们在训练 这是我们最后训练 因为明天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明天对日本 我们说了什么都不想听到 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说一下 当时FL是想在国际上去推广 然后再想在中国找两个运动员 连地体跳八十六厘米是打破了FL的堂跳纪录 然后马上认定选我过来参加选秀 最后成为唯一一个到这边参加选秀的运动员 一开始我觉得他很粗鲁 很野蛮 但是当我真正去接触到的 我发现他是一项对于体力速度 对于耐力球技都需要要求一个运动员 很高的一个水平 以前我很瘦弱 那现在我觉得我的力量程度已经可以接受任何冲击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的心内心很强大 我不怕去跟人家对抗 我们才是亚洲的霸主好不好 站在场上必须像一个军事 什么都不打 打好每一个球 就像打好每一发之后 这是一个很强壮的一个竞技精神 我特别喜欢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很好 运动可以使所有人走在一起 在打比赛的时候 他们既是我很好的朋友 也是我很好的队友 互相熟悉知道他的能力是怎样 觉得真的很棒 去年三月份 在我的第二次或第三次训练 我被人家拽到地上 右腿膝盖交叉韧带锻炼 需要做手术 不做手术以后不能打球 他们都很鼓励我 到现在我回到场上 他们也因为我骄傲 我需要好好去打球 我需要享受好 我每一次训练每一次比赛 然后我要享受跟他们在一起 我要的开心